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平均来说小暑到大暑都是最热的时刻 不过现在看起来今年最热的时候会不会是今天都很难说 可能一直要到8月都会相当的热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现在已经早上7点14分25秒了 那么今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又在台湾的上空威力强大 因此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几率大幅度的降低 连午后雷震雨的机会都很低 北部地区降雨几率只剩下20% 中部地区降雨几率只剩下10% 南部地区包括了嘉义高雄 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50% 东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澎湖地区降雨几率都很低 不到10% 所以整体来讲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还要再更加稳定 降雨的机会比昨天还要来得更加低 那么这也使得今天的云量会比昨天稍微的少一些 昨天呢中午的温度呢没有这个之前的3738度 以台北市来讲反而只有36.5度 很不错对不对 主要就是因为云系发展的很快 中午的时候呢云量是很多的就遮盖了太阳 让这个太阳不会直射地面呢 使得温度呢没有飙升到389度 可是今天呢可能这一个温度又会来到3789度了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防晒防重暑多补充水分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对今天天气状况的预测 温度的部分呢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27到36度 中部地区27到34度 南部地区是25到36度 东部地区是26到35度 澎湖地区是28到34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宜兰花莲都是28度 台南台东澎湖都是29度 高雄30度 那要注意的还是呢极端温度还是容易出现 不管是南投的山区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 新竹县云林县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 还有花莲县的纵谷彰化南投台南 那么都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建的 而且强弱呢刚好跟前一个交易日完全相反 在前一个交易日呢 科技类股强的不得了 然后一般类股呢相对疲弱 可是呢那么到了昨天呢变成了一般类股 尤其是像一些科技像一些汽车类股啦 或者是像一些这一个能源类股啦 那么昨天呢反而是大涨 然后呢科技类股五大尖牙股全数下跌 我们先来看数字 道成工艺指数上涨了159点 收盘指数26840点 涨幅0.6% 纳斯达克则是下跌了86.73点 收盘指数是10680 跌幅0.81% S&P指数上涨了5.46点 收盘指数是3257.30点 涨幅0.17% 费城半导体则下跌了13.88点 收盘指数是2096点 跌幅0.66% 那当然了前一天呢 因为科技类股的涨幅相当的大 那么这时候纳斯达克呢 在前一天涨了2.51% 费城半导体前一天涨了2% 涨多了昨天呢 小幅的拉回 并没有破坏它的多头格局 不过五大科技类股呢 五大科技公司呢 包括了苹果脸书 亚马逊 还有微软 以及Alphabet 这五大科技尖牙股呢 都是下跌的 跌幅呢 那么都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好 不过费半呢 虽然是下跌的 可是呢 台积电的ADR 仍旧上涨了1.38% 日月光的ADR 就是美国纯托平震呢 也上涨了1.7% 联电呢 更是大涨了百分之3.96% 好 所以呢 在美国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类股当中呢 在美国上市的ADR呢 表现仍旧强劲 对台北股市来说呢 当然是相对的好消息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银油期货价格 上涨了1.1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41.96美元 涨幅百分之2.82% 而北埃布兰特原油 则是上涨了1.0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44.32美元 涨幅百分之2.4% 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大涨了26.5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来到了 1843.90美元 涨幅百分之1.46% 黄金白银都来到了近几年的高点 黄金期货呢 来到了近九年来的高点 而白银的期货呢 也来到了六年以来的高点 2014年以来的高点 这里面呢 都凸显出来就是呢 全世界现在呢 撒钱纾困 那么资金呢 是卸满地 就到处都是钱 而美元现在又是弱势的 都使得这一些贵金属呢 反而更受投资人的青睐 好我们就来看美元的部分 美元指数呢 在今天凌晨大跌了0.65个百分点 来到95.148 这是创下了三月上旬以来的新低记录 而且现在呢 似乎看别美元的这个分析师 越来越多 那么一方面啊 因为这个疫苗有一些进展 所以呢 使得大家对于风险呢 开始转向去追求风险 那么这些避险性的 美元的这个需求呢 就减少了 可是其实市场还是 还是怕怕 所以呢 其实还在追黄金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呢 全世界的这个资金当中 美国的印的钞票特别的多 这一点其实也损伤了美元的价值 所以使得美元指数呢 从三月上旬以来就一路的贬值 好 95.148 那至于在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上扬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8.21点 涨幅0.13% 德国富兰克福指数上涨了124点 刷盘指数13171点 涨幅0.96%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11点 刷盘指数是5104点 涨幅0.22%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其实昨天呢 亚洲股市呢 普遍性的上涨 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疫苗 不只是一个国家 除了美国的莫德瑞拉呢 它的这个疫苗传出来了好消息之外呢 然后呢 包括了英国的牛津大学 还有包括了德国的药厂啊 BioNTech 这家生计公司 以及中国大陆的康希诺生物公司呢 都传出来了一些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人体实验的临床的一个好消息 这里面呢 英国药厂阿斯特杰利康呢 他跟牛津大学所合作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呢 完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这个人体实验 根据刺客针的报道 因为刺客针是最权威的医药的相关的期刊 那么它的这里面所显现出来的记录显示 那么在人体实验之后呢 施打两剂疫苗 那么人体正出现了免疫的反应 而且呢 大概都是轻微的副作用啊 如果有副作用的话 另外德国的Barentek跟辉瑞药厂呢 合作研发的疫苗 也同样在施打两剂的疫苗之后呢 产生了免疫反应 而且只有轻微的感冒 这些副作用 那么至于中国大陆呢 康希诺生物公司跟军事医学科学院 生物工程研究所呢 合作的研发的疫苗 也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人体实验 而根据刺客针的这个论文呢 超过500人所施打的结果呢 都产生只打了一剂 就出现了这个免疫的反应 那这过程当中呢 七成七的人有轻微的副作用 但是呢 都是相当的轻微 所以呢 包括了这个之前美国的Moderna 然后再加上英国德国 中国大陆的新款疫苗呢 都出现了一些 这个有这个人体 这个免疫反应的正面效应 而且都要进入第三阶段的人体实验 这个呢 都使得控制疫情的疫苗发展呢 让大家呢 非常的兴奋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欧盟 昨天呢 其实激励 美元指数下跌 然后欧元大幅度的升值 那同时呢 全球股市呢 上涨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那就是欧盟终于经过了 这个马拉松寺的高峰会议之后呢 拍板定案 总共呢 是8570亿美元 总数是7500亿欧元的纾困基金 这个纾困基金呢 有3900亿欧元 它是补助款 也就是说 所有被补助的国家不用再还钱 那么有3600亿欧元呢 它是属于低利率的贷款 所以呢 还是要还的啊 那这一个呢 复苏计划呢 使得欧元呢 在这个今天凌晨呢 对美元的会市呢 那么来到了1.1522美元 对一欧元升值高达了百分之零点六九 好那另外呢 同时这个欧盟高峰会呢 也通过了未来七年的预算 这未来七年的预算呢 那么当中啊 其实包括了这一次的7500亿欧元 以及未来预算当中的上兆欧元呢 都必须要有三成以上呢 必须要用于对抗气候变迁相关的支出 好这个也是使得呢 那么这个永续的一些相关的发展呢 要值得注意 因为有一大笔的预算资金会有影响 而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来到了这个四个月来的新低水准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穆迪对于亚洲的高收益债呢 第二季总共降级了22次 就亚洲的企业所发行的高收益债 降级了22次 创了穆迪的季度记录 要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过去这一段期间呢 亚洲企业 尤其中国大陆的企业 发行了非常多 以美元计价的高收益债 那么如果说未来呢 经济情势没办法及时的好转的话呢 影响还是相当的大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目的也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 今年的获利预估呢 下调 这里面呢 调整幅度最大的是汽车 以及相关的行业 不过这里面也有上调的相关行业 主要的是这个互联网 以及科技企业的预测呢 获利反而是上调了 5%到10%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呢 中国大陆的这个洪灾 这个经济的损失 现在估计超过了新台币 3600亿元 那么超过了人民币呢 800亿元 那当然的这个影响呢 是蛮大的啊 不过呢这也使得未来的重建工程的花费 可能会相当的高 而且呢 那么估计水利工程呢 未来要投资人民币至少1.29兆元 台币5.4兆 带动的直接间接投资呢 高达了人民币6.6兆 以及会增加80万个工作机会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陆股昨天的上证指数小涨了6点 涨幅0.2% 深圳城市上涨了87点 收盘指数是13,536点 涨幅0.65% 那么香港恒生指数也大涨了577点 收盘指数是25,635点 涨幅2.31% 好回到国内的部分呢 那么有两个跟产业有关的消息 一个呢是 全球多金系龙头工厂保利协星呢 它呢在新疆的工厂爆炸 可能影响相关的多金系的爆价 另外呢 美国呢制裁11家中国大陆的企业 这里面最受台湾瞩目的是欧飞光 因为欧飞光呢 它是全球触控面板的龙头工厂 那么触控面板 而且欧飞光呢是苹果概念股当中 苹果的相关的供应链 所以如果欧飞光的触控面板 没办法供应苹果的话呢 那台湾的相关竞争厂商 包括TPK还有GIS 可能都会受到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台北股市呢 昨天在台积电呢 大涨的带动之下呢 那么大涨了223点 收盘指数是12397点 涨幅1.83% 成交金额2237亿元 就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呢 是收在了30年来的最高点 使得台股市值呢 而且台股的市值上市贵合计 41.5兆 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的股价383元 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的市值9.99兆 创历史新高 而且呢在全球排名已经排到了第13名 好所以呢 台积电能不能继续带动台北股市上涨